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经三十年畅销不衰 是无数读者轻松岁月的集体回忆 小说以优美的笔调 微微地讲述了杜鞭青春时代的种种经历 体验和感触 激起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 杜鞭在青春旅程中一度彷徨于爱情 感伤于生活 深陷于孤独 蹉跎于岁月 但他面对人生之问 勇于自我救赎 最终走出了青春沼泽 获得了成长 开启了新的生活 谁的青春不迷茫 谁的人生不孤独 谁的成长不痛苦 读懂了渡边 就读懂了我们自己 就掌握了人生成长的最好方式 面对死亡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 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渡边念高中时 也好有沐月交情甚深 他经常与沐月 沐月的女友侄子同玩同乐 三人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 但在高二时没有任何预兆 沐月在自家车库中自杀身亡 渡边备受打击 从此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 对任何事物都保持距离 不再轻易对人打开心扉 他有时为了宣泄痛苦 放荡地出入与风月场所 自甘沉沦 渡边高中毕业后 选择到没有任何熟人的东京求学 除了孤身旅行 听听音乐 他还是沉默寡言 既不合群 也罚交际 朋友很少 而且受社会转型期的影响 他时常处于孤独迷茫的状态 甚至抱有干什么都无所谓的态度 一次外出时 渡边在电车上偶遇了久未联系的侄子 两人重新交往起来 一来而去 他们互相喜欢上了对方 水到渠成 走到了一起 但侄子对沐月的死始终耿耿于怀 从未放下 而且他还对自杀已久的叔叔和姐姐念念不忘 燕胜家庭的创伤让他无法自拔 他也由此陷入了长期的自我厌恶和自我封闭 拒绝接受一切 渡边想尽办法帮助侄子摆脱压抑的情绪 希望他融入新的生活和感情 但他所有的努力都打不开侄子悲观痛苦的心结和事件 侄子最终放弃了挣扎 用绳次结束了生命 追随沐月而去 渡边又一次面对着挚爱的死亡 心中的苦痛 可想而知 他开始了漫无天日的自我放逐 独自失魂落魄 流浪一个月之久 疲累至极的他也在领悟着死亡和人生 他从沐月的死中领悟到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 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死者已是 生者当以更大的勇气 鞭策自己 更好地活着 他从侄子的死中领悟到 任何哲理都不可能治愈 失去所爱之人造成的悲伤 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悲哀中挣脱出来 沐月和侄子拒绝长大 拒绝融入成人世界 最终用死亡结束了成长 而杜鞭却从他们的死中顿悟了死和生的哲理 探索着成长之路 他还反复阅读了不起的盖茨笔 像盖茨笔那样历经坎坷而执着追求纯真 不断历练自己的精神世界 杜鞭在思考和体会中逐渐摆脱了旧情绪 穿越了心中的泥沼和阴暗的森林 开始与现实世界接轨摸索新的人生 有位哲学家说过 在你活着的时候 你不知道死是什么 当你死了的时候 你更不知道死是什么了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向死而生的过程 死亡就在我们的生命里 时刻伴随着人生 我们应该用勇气正视它 用能力应对它 以死亡之思 唤醒对生命的珍视 是成长最好的融入 面对爱情 能够这么确信地爱着某个人 应该很幸福吧 渡边与侄子的爱情 走入了死胡同 她在原地徘徊 并且空虚得很 她在一家小餐馆吃饭时 偶然结识了学友绿子 绿子与侄子完全不同 她活泼开朗 心地善良 尽快能干 全身迸发出无限的活力 和蓬勃的生机 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 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只小动物 以至于 渡边不禁出神地在她脸上注视了许久 第一眼便喜欢上了她 其实 绿子也是一个家庭不幸 渴望关心与爱的少女 父母很少给她关爱 小时的她刚一撒娇 父母就给她轮到一边去 动不动就说她花钱大手大脚 爷爷 奶奶 妈妈 爸爸四个人相继重病 生活的重担可谓不堪重负 但绿子仍能 坦然地面对 坚强乐观 热情地拥抱着生活 她一边为病人结识 结尿 结痰 擦身子 苦心着经营父亲的书店养家糊口 还一边带着校园上课 追求渡边 努力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她热情好客 在厨房里快捷而灵巧地挪动着身子 同时操作四五样菜的烟火气息 让渡边钦佩有加 连称 不简单 实在不简单 绿子面对艰难事事 没有像只子一样选择放弃 而是豁达顽强地一路走下去 她也为绝望中的渡边 送去了爱和希望 使渡边不再全坐在自己的世界里 渐渐破壳而出 走进了美好的爱情生活 渡边经常在周末 干完家务活后 陪着绿子度过轻松惬意的时光 她热心地到医院 照料绿子重病的父亲 让绿子腾出时间 到外面散步放松 她每周在意大利餐馆 打两三次功 为的就是学做意大利面条 好让绿子片长 甜蜜的爱情让渡边焕然一新 当绿子问她喜欢自己 到什么程度时 渡边说出了久违的生花妙语 像喜欢春天的熊一样 整个世界森林里的老虎 全都融化成黄油 你的发型好的 全世界森林里的树 通通倒在地上 失去你之后 我实在孤独地好苦 这些美好的爱情比喻 是渡边的纯真之言 坦诚而热烈 幽默而风趣 意味着她在绿子的影响下 走出了心理阴影 找到了感情的救赎之路 情感的伤痛是很多人 这辈子最大的劫难 面对劫难可以寻求帮助 但他人的帮助是有限的 一切都得靠自己 只有不断领悟 自修自渡 才能走出那片 困扰自己的迷雾和森林 相逢至爱和暖阳 面对孤独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 不过是不喜欢失望 书中的每个人都流露着 无处不在的人性孤独 木月拒绝和女友之外的 世界接触 侄子让各种感情 憋成一团 在体内闷死 永泽虽春风得意 却也常在泥沼里 孤独挣扎 渡边游慎 总认为自己 纯述凡夫俗子 并无引人注意之处 只喜欢独自看书 听音乐 他对很多人 保持了强烈的距离感 也曾想积极融入社会 却一次次迷失了自己 他对绿子说 哪有人喜欢孤独 只是不乱交朋友罢了 免得 落得失望 渡边在孤独郁闷中 遇到了侄子的室友 林子 35岁的林子脸上 虽然有很多皱纹 却流露着 一种超越年龄的 青春气息 他也曾伤痕累累 小手指突然发病 无法弹奏心爱的钢琴 还受过同性恋人的 亲戚离了婚 但他努力自我拯救 成为了率先 疗愈出院的健康人 他在和渡边 经过掏心窝子交流 交往后 给渡边提出了忠告 你要诚实 花言巧语 弄虚作假 都是要不得的 十九二十岁 人格成熟的重要时期 如果在这一时期 无谓地糟蹋自己 到老时 会感到痛苦 你认为可以获得幸福 那就及时抓住机会 一旦失之交臂 一辈子将追悔莫及 你已是成年人了 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你要坚强起来 要再成熟一些 成为大人 林子的智慧点拨 让渡边体肤灌顶 在爱和责任之间 找到了平衡点 从此勇敢无畏 迎接人生的诸多挑战 他认识到自己 已不是十几岁的少年 已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他决然地和穆月 侄子 永泽告别 决心为继续生存 付出相应的代价 他开始学着修整庭院 浅洗衣服 打扫房间 做顿像样的饭菜 他在确认了 对绿子的感情后 再也不出入风月场所 甚至为了呵护绿子的纯洁 极力克制自己 坚持不越过最后一道防线 他给绿子打电话 告诉他 无论如何都想跟他说话 整个世界上除了他外 别无他求 渡边在痛苦的挣扎中 顿悟了生死 升华了认知 最终战胜了救我 真正长大成人 他在这个探索 蜕变成长的过程中 失去了不少 但也得到了更多 孤独是人生的常态 每个人都要经历他的考验 他也是一把双刃剑 适当的孤独 可以沉淀人生 磨练心智 让人成长壮大 但彻头彻尾 偏执封闭的孤独 只会让人 呈现困扰 走向疯狂 无论怎样 我们都要正视孤独 敢从孤独中醒来 迎接破晓的黎明 村上称述说 所谓成长 恰恰是这么回事 就是人们同孤独抗争 受伤 失落 失去 却又要活下去 在当今百年变局 和疫情频发的时代 人们的精神危机 与日俱增 有多少人如杜鞭 跨越着孤独 焦虑 迷茫的青春河床 品尝着成长的苦痛和甘心 成长是痛 不成长是不幸 有人说杜鞭引领自己 走出了四股茫然的青春沼泽 也有人说杜鞭的青春历程 让人懂得了什么叫成长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顺畅的 但无论青春如何 坎坷艰难 我们都要勇于破局 坚定成长 风雨坚沉 走向远方 只有不断成长 才能自我救赎 只有不断自我救赎 才能成长成熟 而成长后的自己 也一定会活得更明白 更自信 更通透 好了 今天的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美文 请你继续关注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 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